丈夫和父亲的角色 安心地给你妈妈养老送终 安心地看着孩子们长大成人 你可以以父亲的角色 参加他们日后的婚礼 你未来的路还很长 你没有走到绝路 你还可以回头 是细心革命重新做人 还是自甘毁灭 坠入深渊 选择权在你手里 别人无法在牢 我知道你得听 我很欣慰你 如果你做了第三种选择 你给上海市公安局 刑侦总队的 十类执队长打电话 手机号发给你 记住材料 我的橄榄纸 只剩这一次 他叫孔杨 他经常来我们这里吃九盏大肠 他说班周的中国餐馆里啊 就数我做的九盏大肠最正宗 孔杨 他不是叫李强吗 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都叫他孔杨 孔杨 孔杨 他不是叫李强吗 他们都是偷渡客啊 谁知道哪个名字是真的 你认识他 我不是说了吗 他们经常来这里吃九盏大肠 你确认 这眼前发生的事 我可能转眼就忘 但这过去发生的事 我记得可清楚了 没错 就是他们俩 他叫什么名字 孔杨 管他叫哥 孔杨 管他叫哥 前辈 麻烦你跟监狱再联系一下 明天我想再见一次那个孔杨 不 李强呢 我想跟他再谈一次 好 我这就跟监狱找联系 好 孔队 孔队 许家同的车是在牛庄一带消失的 我已经跟郑派出所打过电话了 让他们继续去找一辆车的下落 马上要注意他们去牛庄 是 信息 冯队 机场派出所已经把徐军送过来了 现在正在询问室 我女儿呢 你母亲赵友恶已经被我们穿雪 许家通和许宋明目前不知去向 如果你知道他们俩的去向 请立即向我们保安 为什么 许家通为了掩盖别提项目里的真实目的 涉嫌只是许宋明 伤害了这后颜 许君 你可以走了 我 我父亲许家福真的活着 是吗 案件正在侦察过程中 不可封隔 走吧 是难过的那个警长崔志勇 喂 崔警长 不 崔警司 秦彦 我要送您一份礼物 礼物 是查到崔天心的信息了吗 我现在在班轴 你们之前的判断是对的 许家福是八六年偷渡到南国 我已经找到证据 你确定 确定 他说他找到了许家福偷渡到南国的证据 让开媒体 我们当时把重点放在德龙 新川和米沙岛 这是错误的 许家福是八六年偷渡到的南国 但却在班轴落得脚 你是怎么发现的 金森当初因为贩毒被驱逐出皮修邦 如果金森跟许家福有关联 在当年许家福很有可能 因为贩毒跟金森相识 而且西川纺织公司的经理李昌旭 也是班轴人 我把这三点连成一条线 终于查到了 在九一年班轴地方警察厅 破获的一起华人贩毒的案子 于是许家福终于露出水面 拥有聪明脑袋的人 就是在于这个脑袋始终都在发挥作用 那崔天心呢 崔天心 崔天心 崔天心是你们所说的那个时间 去了英国 你早就发现了 那天你给我打完电话 我就问出来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只是怕巧合 而且像崔天心这种人 每天飞来飞去 再说 再说 再说什么 再说 我这段时间有点闲 我想把整件事情弄清楚 如果有确凿的证据之后 再跟你说也不迟嘛 什么确凿的证据 崔天心是不是你们 要找的许家福 那你现在确定了吗 很有可能 那证据呢 除了你们所说的 崔天心在那个时间去了英国 还没有其他的确凿证据 就这些 这的确不能算什么证据 不过凭我的直觉 班周那个 华人贩毒团伙的 叫做孔阳 或者叫李强的那个人 他应该知道 当中的真相 那他现在在班周吗 他目前被判无期徒刑 在班周监狱服刑 我明天就会再去见他 我会找到证据的 那秦彦 你能不能帮我 调查一下这个孔阳 我马上把他的资料发给你 好 秦彦啊 你不来南国吗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估计下次跟你联系的 就是上海市公安局 行政总队的施磊先生了 那你这一次就不过来了 我这边事有点多 而且输不准 谢谢你 崔景思 秦彦 我做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如果说你不来的话 我就完全失去了动力呀 你是警察 难道正义不能点以力量吗 不是 这是两件事啊 两件事你知道吗 秦彦 你还是马上把那个 幸存者的资料发过来吧 谢谢你 崔景思 有什么要向我汇报的吗 哪方面 你和这个 智勇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风队 你别纠结这个事了 你不高兴吗 我才要高兴得飞起来了 我啊 不怀孕的时候不知道 这一怀孕我就发现 这身边好多女人 想怀孩子都怀不上 你说这什么原因啊 是环境造成的 还是食品里的添加剂啊 对了 对了 我差点忘了跟你说正事了 赵月娥被警察给抓了 许家同跑了 许军被边控了 这是龙城最爆炸性的新闻了 现在电视上啊 网络上啊 手机上 全是龙兴集团的新闻 朋友圈都被刷爆了 那现在官方给出什么消息了吗 没有 不过网上各种猜测 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 周浩宇就是被许家同他们给谋害了 还有的说 这个龙兴集团在英国投资项目 就是一个骗局 还有更离谱的呢 还有什么 有人说 许家福没死 说高丰爷爷 高四海 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 你说这怎么可能呢 人家警察当年对许家福的墓 那是进行过开关验尸的 就是DNA亲子鉴定 从尸体上取出一块骨头 提取DNA 然后跟许军的血液 进行DNA配对 那不就证明了 墓里埋的就是许家福吗 哎呀 现在的网上 什么谣言都有 各种爆料 各种人肉 什么都有 不过挺精彩的 比电视剧好看多了 马兰 啊 我要见高峰 什么 明天让高峰赶紧地找我一下 好 喂 秦爷 你在哪儿 在陪我爷爷呢 没事 你说 许家福偷渡的证据被崔直友找到了 原来他一直躲在班中 那崔天欣呢 崔直友查了 许家福偷渡和周浩宇在英国期间 崔天欣也在英国 崔直友个人愿违 崔天欣就是许家福 但他正在搜集相关证据 对了 冯凯已经跟上海市局行政总队的 师累联系过了 他们会尽快赶往南国 你不高兴 只有你的贡献 要不是你坚持让我给崔直友打电话 让他查 你跟风凯在哪儿啊 我找你没呢 有些话啊 我得当面跟你们说 现在 现在恐怕不行 我们马上要训问赵月娥 你们传训赵月娥了 我忘了跟你说了 今天下午 许家童和许军准备出境去英国 许军被边控 许家童和许总理目前下落不明 我们搜查了赵月娥家的别墅 目前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所以我们只能传训赵月娥 秦也 有些话啊 我要跟你说 冯凯叫我了 多亏你的坚持 干得好高峰 秦也 秦也 对 马兰 有事儿吗 高峰 杨恨答应见你了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应该如实回答公安机关提问 不得虚构或者隐瞒事实真相 否则应当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听明白了吗 明白 我们会对你的供述做视听资料 是否有意义 没有意义 你的个人基本情况 我叫赵月娥 有别名或者曾有名吗 没有 一九四八年二月三日出生 祖籍 海东大名乡赵壮 现居住 龙安区龙兴花园十八号 汉族 龙兴集团董事会主席 小学文化 账户在一九八六年十月已经死亡 家庭成员 儿子许君 前龙兴集团 董事长 总经理 孙女儿 许家童 县龙兴集团 总经理 你本人是否受过刑事处罚 或者行政处理等情况 一九八六年 因丈夫许家福携款外逃一样 被龙安县公安局击押 你知道公安机关为什么传讯你吗 我不知道 许君和许家童到英国去 只是为了谈BNT项目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限制他们出境 许家童失联我也不清楚 或许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吧 什么重要的事情 什么重要的事情 难道比眼看着自己的亲身父亲 被派出所名警带走 序问的事还要重要吗 你问我 我还想问你呢 你照顾许家福 确定是他一九八六年死了吗 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不问这个问题了吗 是支队 你说话方便吗 你等一下 你丈夫许家福的确是在一九八六年死的吗 请路是为的 一九九五年 一九九五年 龙安县公安局 在许家福的墓地开关验尸 因亲自救命中 一九八六年 许家福确实在海东县自己的出租屋里自焚身亡了 我纸刚才 eats到海东县里自已来 其道乎 Hudson 我仅仅是 THE Giga 徐佳芙 徐佳芙 周悠文 你再看看这个 你认识他 我不是说了吗 他们经常来这里吃酒店大厂 你确认 恐远管他教科 就这些 你们就认定许家福没有死 认定许家福逃到了难 甚至认为这个人就是许家福 我今天总算见识了 你们警察 就是用这些所谓的证据 来恐吓一个守法公民吗 赵月娥 我们这是给你一次机会 我不需要 你觉得我需要吗 你们先把一九九五年 省公安厅法医处做的那份 DNA亲子鉴定的结果推翻了 再来跟我说 学生的经验 许家福有没有死的问题 在此之前 我不会回答任何许家福的事情 关于许家福和许松林的问题 我也回答得差不多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赵月娥只是被迅猛 要是菜量不团自首 我们又找不到许松林和许家福 那十二个小时后 我们就得放赵月娥走人 到时候 他要是把我们的底牌 告诉崔天兴怎么办 崔天兴要是跑了怎么办 刚才石磊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已经和南国警察厅 取得了联系 正在办理出境的相关手续 最快也得三天 而且南国警察厅还说 崔志友已经辞职 他这次班周执行 完全属于私人调查 石磊把我们怀疑 崔天兴是许家福这场底牌 晾出去了 人家是支队长 能办这种无脑的事 所以在这个时间差里 我们根本无法掌控 崔天兴的行踪 你也是这资深的刑警了 你怎么犯这种低级错误啊 我只想打他个措手不及 我以为他会乱了方寸 乱了方寸 为了许家福的事 他赵月娥可谓是经过 各种风雨千锤百炼的 你对许家福的案子吃得这么透 你还不了解他是什么人吗 诗人就会犯错 他赵月娥就不会 三十来年了 我们被他耍得团团转 你想一举拿下赵月娥的心情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太着急了 还有蔡亮的事 我是怎么建议的 我让失联他们定位蔡亮的手机位置 利用你和蔡亮通话的时候 找到他找他当场拿下 可你就是不同意 我了解蔡亮这种人 悦这种时候又不能逼他 否则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冯凯 冯凯 赶紧想办法挽回局面 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走走走走 小赵说 你早上九点就过来了 你也不吃也不喝 我刚做的 趁热 你把它都吃了 吃晚了回家睡觉去 掌握 夹 我 注意 descrição 小凤啊 我知道你跟你爷爷的感情好 但生老病死 是自然规律 谁也违抗不了 好 从你爷爷查出病情到现在 这也整整有十年了 受了多少罪 只有他自己清楚 舒佳芙没有死 我爷爷当年的判断是对的 南国警方那边 已经找到许家福偷渡去南国的证据了 怎么可能呢 开关验尸 还有DNA亲子鉴定 都是假的 因为我输 我说的 他就会把这条路 都帮了 有了 你想要 你怎么认识 在那里说 你怎么认识 你怎么认识 做了 是你把许家福放走的 你让他逃走 你不是我儿子周围 你不是 他一直说这个话 我不懂为什么 可那个时候你 已经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啊 他有时候是失去记忆的 有时候是记忆混乱 或者是不清的呢 之所以也会得这个病 我觉得这就是原因 因为他弄不清 他想不通 我叔为什么这么做 他动机是什么 是啊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有道理呀 你想啊 你爷爷 一直把你叔当亲生儿子看 他对你叔比对你爸还好 你爸经常跟你爷爷抱怨说 说你爷爷偏心 他才应该是被领养的那一刻 这一点也是我想不明白的 晓风 肯定不是你叔 还剩下五分钟了 黄检察长还在办公室里等着签台不令呢 黄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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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夏 只剩五分钟了 我还需要在办公室等吗 对不起 对不起 辛苦你了 你可以回家了 等等 是李家 黄检察长 你稍等一下 喂 谁支队 蔡良自首了 人呢 就在我车里 没错 杀害周浩宇的凶手 就是许松林 黄检察长 黄检察长 你可以在逮捕令上签字了 你确定 我确定 法律规定的积押时间到了 是你们送我走 还是我自己走 赵友 你恐怕走不了了 根据龙王区人民检察院 第321号 批准逮捕决定书 你涉嫌故意杀人罪 想依法对你执行逮捕 故意杀人 杀谁 蔡良已经拖案自首了 这只是你的第一项罪名 还会有第2项 第3项 先走了 m相消灭 7号 1号 3号 4号 3号 3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燕子 这些就是发现楼红银尸骨一直到今天中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来吧 你能不能仔细想想 叔叔跟爷爷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啊 过节 我是想知道叔叔动机是什么 我想不通啊 我这个脑子有点乱你 你让我静静 我想想 您记得我跟您说我爷爷日记的事吗 我把爷爷写的所有日记 从家里面都翻出来了 按照时间节点 最后那一本就截止到 我爸爸去世之后的一周 但是我很清楚记得 依依您的时候爷爷还在写日记呢 日记去哪儿了 您跟我说我爷爷烧过些东西 那不会是日记吧 爸 爸 你干什么呢 别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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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给我 这是秘密啊 爸 以后家里没人的时候 你自己别动火 听见了没有 你要点着了火 万一再忘了灭了 容易引起火灾 着火 火 火 对了 你赶快去告诉刘志健 许家富没有死 那句实实不是许家富 不是 你俩还在弄着干什么 你还不去 快去呀 刘志健局长死了 死了 死了吧 死了 死了 死了啊 叫你这么一说 还真好像是日记 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 算不算过节 什么事儿 九三年吧 九三年中秋节 你婶儿的弟弟啊 被确诊是调毒症 医生说呢 建议赶紧地换肾 可是你知道换肾呢 第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要找到肾源 当时我记得你爷爷 还有你爸 你叔 都到医院做了配对 但是都不合适 你说当时急坏了 因为他特别在意你小事儿 我爷爷当年 领养我叔叔的时候 我叔叔是十一岁 要让一个十一岁的孩子 完全融入到一个 新的家庭里面 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啊 你说才更真心 他那个小家庭啊 为了找到肾源 全国各地 当时他都跑遍了 跑断了腿啊 那一年没烧请假 爸 今天怎么了 你回来就阴着你 好事啊 爸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周围 帮我脚弄了 嗯 周围 你来一下 爸 那个 今天餐包饺子 要不你把刘雪给你那盘五粮叶 贡献出来啊 周围 我找你有事儿 爸 今天好不容易大家吃个团圆饭 有什么事儿你赶先说吧 没你的事儿 你过来啊 好 好 我跟你说啊 说什么都别反驳 我还惦记咱们给吴楊燕了 坐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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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事啊 来到路上 我就把情报透露给周围了 他也会准备 什么情报 爸呢 今天去了省厅的法医处 你进去 就知道周围请假了 差点把桌子都洗了 周围瞒着爸去的 瞒了好多次了 你工作还要不要 省厅法医处压了多少公尊 你不知道吗 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验尸报告和化验数据 这是多少个家庭 盼着早日得到的正义 你连这条道理都不同吗 你去眼睛 我不去 去来嘛 找慎原 这是说处境假的 能找到的吗 周围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去找的 这个非法渠道了 你看着我的眼睛 爸 我只是找我那些同学 这怎么是非法渠道呢 你那些同学是医院的吗 是国家的医院吗 他们是医生吗 爸 我是回家来吃饭的 不是听你妈的 超英 走了 超英 走了 周围 吃了饭再走啊 超英 你还得劝劝去 你赶紧把我追回来吧 老公一家人讨厌这个 拿去 快 不胜话 为了给你沈的弟弟治病 你爷爷 把他所有的积蓄都给了李叔 李叔为这个 也欠了一屁股的债 你想啊 一个星期三次偷袭 维持了两年半的时间呢 还不包括各种治疗 好 回来呢 找到盛月了吧 嗯 找到了 哪一年找到的 九六年 九六年年初 局期哪一天我可记不得了 没事 我能查到 晓风 你叔跟你爷爷的关系 比你爸跟你爷爷的关系要好 你爸那个人脾气倔 他不能单独跟你爷爷 在一个屋檐底下相处 要不然肯定互相拍桌子 跟你叔不一样 他脾气好 从不跟你爷爷顶罪 那次是我唯一一次听见你说 那种态度跟你爷爷说话 晓风啊 你是不是怀疑得不对呀 不可能是你叔 妈 说这些你话 我也希望我的判断是错的 赵亦乐 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力 义务告知书已经向你宣读完毕 你应该如实回答公安机关提问 不得虚构或者隐瞒事实真相 否则应当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听明白了吗 明白 大声说 明白 赵亦乐 你是否有犯罪行为 是 赵亦乐 在询问中 你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 或者无罪的辩解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你犯了什么罪 我 听明白了 还不错 我 你从这小时 那些从定战走 你让这看还出错 我们会算是 我旦白就认罪了呢 原来是为了编音个故事 为许佳彤开罪啊 你看他 说谎还说得口若悬河的 周浩宇去上海 找了黑客 侵入了我的私人账户 发现了我们会给入场的 那两千万转账记录 因为当时BNT项目 正是运行的关键时刻 我怕这件事情会影响龙兴集团 所以 雇了许松林 杀了周浩宇 并且毁了证据 许家灯参与了吗 他没有 他什么都不知道 都是我一手策划的 许达的事情他也不知道 那许家灯就算是 这事件也得清白了 是的 那他为什么要逃 是我让他逃的 因为他在机场 看着自己的爸爸 被公安带走了 他吓坏了 所以我让许 许 许松林把他带走了 许松林把他进哪儿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